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C 2014 Mathematics Core Pivot 2 Session A Question 11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曾理解我做D7 Video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Video 請你Postor畫面,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這條是說量度及誤差的 首先我們會提到 Estimation of measurements 我們會提及到 Maximum absolute error 最簡單,什麼叫做絕對不差呢? 就是在兩個刻度之間 那段距離就是 有真實的量度 或者真實的長度和量度的長度 就會出現一些兩個刻度之間的問題 OK 我們就說,如果我們量度是1cm的話 最多最多是坐半格 因為4寫5入的問題 OK 好 那條色就放在這裡了 中文我都用了 因為這個比較容易記 好了,上限和下限就是 當你量度是8cm的話 最大最大最大 就是量度是8cm 那它可能會長過8cm 最長最長就是半格 就是8.5cm OK 那最短呢 最短又是差半格 就是7.5cm OK 好了,這樣的話 當我量度了一個 那塊是什麼呢? 是金屬薄片 這樣的話 它就是10cm乘8cm 這個就是量度 它會有一個低限 10cm最短都短不過9.5cm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 透過4.4cm入 寫成最終是10 7.5cm 也是4.4cm入才會去到8 所以呢 當你量度了的10乘8 即是它最少有9.5乘7.5 那最多是怎樣呢? 最多是多不到 它能達到10.5 因為當它找到10.5 它就會自動去到21 它只能逼近10.5 那 μπο很大 例如量度 ici 其實是10.4 9.999 9.999 9.999 一直是9 但仍不迫駁吉他10.5 OK 然後牆中是10.5 那那晃就是8.5 計олов 這個 kla нач pur 如果我們先切掉 不用我們要切 因為題目上先已經說出了 X就是這個量度的面積 可以嗎? 它會介乎在這兩粒數字之間 就是71.25和89.25之間 不過我打錯了,現在要更正 因為它是碰不到的,所以是不能夠再做的 它一定是小過的,小過的Upper Limit 它不能夠碰到,因為碰到它就會升上一格 OK,再看一次 OK 好,這條題目來到這裡就完結了 多謝大家收聽吧 有什麼問題找我吧 能夠幫忙做些少許Marketing 就Postora看看吧 好了,這個更重要一點 就是聖經的話語 神教了給你的生命 我只能夠教你知識 有緣的我們在樓下兩間教會再見 拜拜